爸 爸 爸爸这样子多久了 爸刚和几个副总说了一些事情 可能有点累了 刚睡着 睡着了 我刚刚在开会的时候 就听说爸爸住院了 我都快吓死了 只是睡着了 是凌云来了吗 爸 你醒了 好点了吗 凌云啊 爸爸没事 我一看到你跟建峰 我心里就说他 今天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是我们不好 让您生气了 这不管你的事 要都像你跟建峰这样省心啊 我就不用操那么多的心了 一直以来 爸爸认为 家庭和梦 还有一些小的问题 都是可以解决的 现在看来 是爸爸把问题想简单了 张琳琳跟建峰的相招 他们俩几乎都不考虑顶峰的离 只想着自己 真的是让我很省心啊 爸 他们只是一时糊涂没想明白 说到底 咱们都是一家人 这些小事都可以解决的 你一定要给他们机会啊 我可以给他们机会 但是市场环境 能给他们机会吗 啊 啊 我今天啊 算是听明白了 张琳琳为了借客啊 不惜损害顶峰的利益 高假收个风啊 李哥哥建宇 为了跟李莉抗衡 竟然低价低压低块去借钱 他们两个 爸 别说了 他们两个 身体最重要 们把这些好 还在谈 Bab 是你们呢 我们想找ologique 快走 我已经安排好了 从明天开始 你接替张明月 在顶峰的职务 监管地产部 答应我 一定要把顶峰做好 放心吧 爸 我一定会把顶峰弯弯整整地交给你 我相信你 姐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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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不好了 姐在这儿好好的呢 你这 我没说姐 我说姐夫呢 姐夫怎么了 姐夫把你的职给卸了 交给了程明月 而且姐夫的 姐夫怎么了 不会当场脑一雪死了吧 你乌鸦嘴 闭嘴 姐 姐夫确实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听说做了大乔手术 什么 我要去看她 姐 我现在不能去看她 姐 姐夫的身体迟早都会做大乔手术的 你这么直接去啊 没准直接把她给气死了 靳雅嘞 你这话什么意思 姐 我真是好心劝你 你想啊 你姐夫的病就是你跟 思仙研砌出来的 你就在现在去了 她不会念你的好的 你一再惹她生气 就当着 您再背上谋杀亲父的罪名 这以后 在西家怎么活下去啊 姐 原来说的也有道理 这个搭桥嘛 是个小手术 可是万一姐夫生气了 真有可能 你们说的都蛮有道理的 我说是有点冲锁的 我说是有点冲锁的 那思雅你这么决心的把我撤了职位 又把我赶出了顶峰 万一她真的怎么了 岂不就便宜了那个陈凌云 所以啊你就在这儿安心住的吧 有什么消息我打电队来给你报告 你 万一她真的怎么了 岭云 哥 岭云 爸住院了是吧 爸就住在 顶峰现在谁负责 爸爸让我接手 我现在是顶峰的执行副总 太好了 干得漂亮 虽然我跟张丽丽同时被爸撤下的职务 但是顶峰现在落在你的手里了 你这样 你明天召开会议 让我复制 我们一起把顶峰带上辉煌 你现在只关心这件事情吗 当然了 我们辛苦这么久就是为了今天 等我回了顶峰 顶峰就是我们的了 我不能答应你 不能答应 你什么意思 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回公司 而且是爸爸把你的职位撤销的 所以也应该由他来恢复你的职位 你说什么呢 你不想我回顶峰 不希望恢复我的职务 程蜜语 我在顶峰十几年那么辛辛苦苦地拼搏 顶峰一半的功劳都是我的 你凭什么拒绝 是啊 顶峰是有你的心血 他迟早是你的 但是现在不行 爸爸祝愿你关心过吗 爸爸病成这样你有一半的责任 如果你不能得到爸爸的原谅 他不可能恢复你的职位 你什么意思啊 拿鸡毛当令箭甚至 哪怕压我 你不能揍住吗 还是说 你想一想把我踢开 一个人掌控顶峰 程蜜语 我们是亲兄妹 你还算计我 哥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算计你了 我只是觉得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 是好好地去探望爸爸 而且 你现在精神状态 根本就不适合管理公司 你胡说八道 我精神怎么了 我精神好得很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有焦虑症 你现在应该好好休养 现在爸爸也没有人照顾 你多多陪陪他不行吗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我是私家的长子 爸爸逃下了 公司本来就给我来管 用资历 年纪 经验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陈女 把公司还给我 不可能 不可能 是爸爸亲口任命给我的 除非他开口 否则任何人都拿不走 陈女 你原来是这个目的 你让我跟张琳的洋派俱伤 你好于无得力 厉害呀 藏得那么深 你怎么会这么想的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是怎么样的 我告诉你 顶峰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晚点不还给我 还给我 你让我跟张琳的洋派俱伤 你好于无得力 厉害呀 藏得那么深 你怎么会这么想的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是怎么样的 我告诉你 顶峰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你把顶峰还给我 还给我 明月 把顶峰还给我 你把顶峰还给我 你把顶峰还给我 把顶峰还给我 还给我 放开我 你把顶峰还给我 思建宇 你真的是疯了 凌峰她是你的亲妹妹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你一个外人 我滚开 够了 如果你没有得到把我的原谅 我这辈子都不会把顶峰还给你 好 成命运 从现在开始 我再也没有你这个妹妹 老婉 没事了 我也不想这样 我也不想跟她去抢顶峰 我只是觉得她现在这个状况 根本就不适合管理公司 顶峰会玩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都听到了 我相信 她只是说说 她会想通的 也会明白你的苦衷的 别担心 真的会吗 会的 一定会的 她是你的亲哥哥 蓝蓝你不相信她吗 那她现在 凌云 你听我说 你现在是顶峰的掌握人 什么都不要想 走好这一场 等剑宇的病稍微好了一点 你再把顶峰还给她 她能理解的 知道吗 放心吧 好 嗯 嗯 你怎么啦 啊 干嘛喝这么多酒啊 我不要你管 我死了也不用你管 把你水洗进去 拿开 你到底又怎么了 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你还跟着我干吗 你知道吗 我最讨厌你 最不想见到的是你 你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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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了我也不离开你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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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我爱了一辈子的米小亚 我把心都淘汰 你的心却在负一色呢 你告诉我 你家有什么用 你家有什么屁用 我的心在你这儿 剑语 我的心在你这儿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我要说多少遍你才相信 剑语 你看着我 我是你老婆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我不要爱你 我也不要家 我还要去把顶封给抢回来 剑语 剑语 放开 你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剑语 剑语 你看看你 像是落败的狗一样 你注定不会成功 你永远都得不到顶峰的 好 分手 好 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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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唤的女生 这儿是个盒子